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入在雅各书 第一章1到11节 雅各书的作者 这里在第一章第一节说到是雅各 但是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雅各 传统学者都认为 这应当是耶稣肉身的弟弟 我们知道耶稣是因为玛利亚 圣灵感应生下来的 那之后呢 玛利亚跟约瑟又同房 生下其他的孩子 那雅各就是其中一位了 雅各在当时候 应当是教会的领袖 所以在耶路撒冷大会 在使徒行传 耶路撒冷大会当中 他是主持会议的那个人 也是最后裁决的那个人 雅各书 如果作者是雅各 我们也从经文内容看起来 这个雅各书很可能是 新约里面最早陈述的一卷 因为它的对象还有内容跟表达 都显出来是 教会刚刚建立信仰初期 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 写作的日期就被定在 主后45年到50年之间 很可能是耶路撒冷大会之前 发生的事情 许多的学者都认为 应当是西元前49年 当时候教会的背景是什么呢 因为第一节提到 他请安的对象是 散驻十二个支派之人 十二个支派 所以雅各是对当时候的 犹太基督徒 很多的犹太人信了主 成为基督徒 这里说散驻 表示当时候教会大招逼迫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我们看到斯提凡训道 第八章 教会就四散 分散到各地去 所以这一封信的背景 就是雅各他作为教会的领袖 当时候在耶路撒冷 成为一个牧者 他写了一封公开信 给许多逃离耶路撒冷的 这些犹太基督徒的一封信 所以你可以想象 当时候的背景 就是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本来是犹太人 信了基督教 之后遭受一些逼迫 他们四散到各地去 那这个过程 就会经历很多考验 我成为基督徒 我怎么会吃苦呢 我怎么会受这个苦 那因为要逃离 你可以想象 当时候斯提凡都被杀了 有殉道的危险 所以有一些财产的损失 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后面 我们也会看到 富足的降悲 也就是你的财务拥有一戏之间 就没有了 那你也会面对一些困难 包含信仰的挣扎 我成为基督徒 才受这个苦 那我还要不要信呢 也包含就是说 因为在逼迫 或者是在外地 你逃亡在外地 我们优先的会想到 照顾自己的需要 但是雅各也提醒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心 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行为 来彰显出来的 不要自己说 自己是敬虔的 你要通过行道 来显出你对神的信号等等 所以在后面 我们就会慢慢看到 当时候教会面对的困境 雅各 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来安慰 来鼓励 来劝勉 我们赶快进到经文里面来 第一节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雅各 原则上来讲 他是耶稣的弟弟 那他并没有称自己 是耶稣的弟弟 他称自己是 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 也就是对雅各来说 他打从心里知道 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 这个哥哥耶稣 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他是上帝 那这个称呼自己 是一个特别的 他说他是 耶稣基督的仆人 而且他把耶稣跟神 是等同的 他要请安 这个请安是指谁呢 是十二个支派之人 十二个支派之人 指的是犹太的基督徒 犹太人基督徒 我们刚刚介绍的时候说了 他们遭受逼迫就分散 所以是散住 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的安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我开宗民意 雅各就提出一个挑战 当时候的教会 遭受逼迫 遭受逼迫 大概没有办法 让你好好的整理财物 没有办法让你好好的 去变卖你的不动产 你只能赶快的逃跑 逃亡 带着全家人 匆匆忙忙的离开 那会有很多的不方便 当时候的交通 当时候的治安 环境 你去到外邦人的地方 你也想象得到 犹太人跟外邦人 一直是处得不好的 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就看到 犹太人是很轻视外邦人 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的 包含他们的各样的生活习惯 还有他们的饮食 所以犹太人 他们信了主之后 他们要离乡背井 逃到外邦去 对他们来讲 在文化上 在生活上 在各方面 甚至很多的语言上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困难 都是很大的考验 而这个考验 也会直接冲击他们的信仰 就说 我为什么这么惨 那是因为 我成为基督徒的原因 但是雅各说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这个百般就描写了 你逃亡 离开 你所面对的 各式各样的困难 外在环境的 内里的张力 挣扎 他说 都要以为大喜乐 这个以为是 应当翻译成为是 一个认为 积极的认为 这件事情 面对试探 试炼 这个事情 是应当喜乐的 这里有点补充 在雅各书里面 你会看到 有试炼 有试探 或者试验 这个在原文 其实都是同一个字 翻译的学者 就把它做一个区别 如果好像是 从神来的 就把它翻译做试炼 从二者来的 把它翻译做试探 试炼的目的是 要使人成长 试探是要使人跌倒 软弱的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我们根本无法分清楚 我现在的遭遇 是试验还是试探 所以我想 我们也不一定需要 这样特别的区分 主要是说 我们要知道 每一个困难 它原文其实是 考验测试的意思 每一个困难来了 我们怎么样 去回应这个测试 这才是 圣经里面要教导我们的 雅各说 你应当是 知道 这是一个应当喜乐的事 为什么呢 雅各提出来他的理由 因为知道 这个知道是 因经历而得的知识 就经历过 经历过 我知道 某一家的咖啡 很好喝 很多人推荐我 但我没有去喝过 跟我实际去喝了 我告诉你说 这家咖啡真好喝 这两个知道 在本质上不一样 在分量上是不一样的 这里的知道是 经历过的 因为知道 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就生 忍耐 这里的忍耐 不是说 我们好像在排队 等着要买东西 在那里 无所事事的等着 这里的忍耐 它要表达一个积极的 概念跟意义 就是说 持续的 在这种 不能够相信神的情况底下 我选择相信 有点像 跑步 跑马拉松 跑马拉松 你是很喘 很累 可是你仍然 忍耐着在跑 它是有个 持续的状态的概念 它不是消极的 无所事事 它是有个 坚持 所以有一些 译本翻译做 坚忍 当我们的信心 在考验当中 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多了一份 这个坚忍 对上帝持续的相信 就是环境看起来 好像 有点信不下去 可是你的信心 却告诉你 神是信实的 神的带领是最好的 所以你就有一个 能够持续在那种 不确定的里面 去忍受 去忍受 去忍耐 忍耐着相信 坚忍 持续不断的忍耐 而这个 持续不断的忍耐 这里说 但忍耐也当成功 坚忍的信心 不断的经过考验 最后坚持到底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就成熟了 这个成功指的是成熟 完全达到目标 我们的坚忍 使我们的信心 越发的成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成全就是完整 完备是没有瑕疵了 毫无缺欠 总的来说 雅各的意思是 告诉我 正在面对各样困难 百般实验 各样困难 对我们的信心 有冲击的情况里面 不管是环境 不管是外邦人 不管是危险 你要知道 这是应当喜乐的事情 因为雅各给了我们 一个新的眼光 他说这些考验 这些试炼 可以使我们的信心 被炼净 使我们的信心更完备 而这个考验 不是说上帝 不知道我们信心如何 所以他允许困难 在我们生命里面 让上帝可以判断 谁比较好 不是的 是上帝 他当然知道 我们的内心如何 是我们不知道 所以上帝允许一些考验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要让我们自己 能够清楚知道说 原来 我一直以为我很爱主 可是我 我其实 更贪爱世界 原来我一直以为 我很有爱人的心 没有想到 在困难来到的时候 我的爱 那么样的优先 这个考验 其实是 要显出我们 在心情上的不足 那因为显出 那个不足 所以我们就 更多的去依靠神 怎么依靠呢 就是后面他提到 你要有智慧 我们就更多的去依靠神 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就成长 我们的爱心就加添了 所以我们 经过考验之后 我们的信心 我们与神的生命 就更成熟完备 这件事情 你应当喜乐 雅各给我们一个眼光 要看见 这一切的考验背后 可以建造我们的信心 对神的信靠 所以你应当喜乐 那么接下来 雅各就告诉我们 要在这个百般试炼中 都还能够知道是大喜乐 或者能够胜过这些试炼 我们需要智慧 所以第五节就提到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斥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对象就说 谁应当祈求呢 就是缺少智慧的 在面对各样 百般的试炼 很多在当时候的 犹太基督徒 他们是第一次面对 很有可能 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开 这个耶路撒冷 离开这个家乡的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他们对外邦认为 都是不洁净 早期在法利山人的教导底下 他们都是这样认定的 那这个离开的人 他们就要很多很多的应变 需要智慧 所以雅各就说 你现在的处境 你需要智慧 你需要从上帝来的智慧 那这个上帝是怎样呢 厚斥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他说你要知道 这位上帝是一个 什么样的上帝 你今天神允许 逼迫临到 大家示善 分散在各地 可是这位上帝 他仍然是满有恩典的 仍然是慷慨的 仍然是丰富的 应当求那厚斥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你缺乏智慧 到他面前祈求 他不会骂你 我们当父母 有时候孩子来 跟我们要东西 我们有时候也不太甘心 边给边骂 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会 我们的上帝是 全然慷慨 全然丰富的 他不会斥责人 而且主就必赐给他 你缺乏智慧 在试验当中 你没有办法胜过 你不知道怎么办 你的信心受考验 你想要胜过这个试验 你想要在这个过程 还能够忍受 你跟神求智慧 神一定赐给你 神一定会赐给你 这是一个极美的应许 主就必赐给他 他不是说 主就考虑一下 要不要赐给你 没有 主就必赐给他 第六节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这里要有点补充 雅各在上下文 这里要强调的是 我们在困难的里面 受失恋的里面 我们要能够来信靠上帝 信任这一位神 他慷慨 他厚斥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 这里是在讲 要对上帝有一个信靠信任 因为这一位神 是厚斥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到 师恩的宝座前 全然的信靠他 信赖他 他不是在讲 怎么样使你的祷告 蒙应允的教导 不是说 你只要对于这件事情的信念 够强大到一个地步 上帝就一定要买单 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当我们在试验困难里面 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 去依靠神 抓着神 我们是抓着别的安全感 他说呢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是一个图像语言 那个波浪啊 我们知道海里面的波浪 它是持续不断的 一直在那里翻腾的 在描写一个人 他的心 他总是在那里 纠结着挣扎着 我不是说 单单信靠神 自己不要努力 不是 而是我们找了各样的方法 我们找人帮忙 我们上网找资源 我们用各样的人脉 想要找到帮助 就是我们有到神的面前 求智慧 他要表达的是这个 上帝才是你最主要的 智慧的来源 帮助的来源 第七节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因为你 你没有办法 全然的依靠神 信靠神 所以 没有向上帝求智慧 就单单的 我们很慌乱的 很匆忙的 在那里 要想办法 去突破这个困难 没有跟神求智慧 都是白忙 心怀恶意 就是 意思是 对上帝的信靠 并不完全 并不专一 信不过神 没有办法 在你的困难里面 信靠神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你反而会慌了脚步 你没有办法 虽然环境很混乱 但是 如果我们真实的 到神的面前 依赖他 信靠他 没有错 我们还是感觉 有点不安 我们的心 好像浮在半空中 可是 我们却 依靠神的智慧 在这个时候 坚忍 咬着牙 忍耐 我们选择 持续的相信神 虽然眼前的环境 告诉我们 好难 可是我们的心里面 却笃定的 依靠神的智慧 坚定的相信神 而这之中 会使我们的信心 经过考验 带着一个喜乐的心 带着一个信靠的心 在面对各样的 试验考验 上帝可以在我们的 生命当中 有特别的 奇妙的工作 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就是 雅各举了一个例子 在困境当中 你遇到的困难 跟你得着智慧 你会怎么去看这件事 卑微的弟兄 身高 就该喜乐 卑微指的是 贫穷 穷乏 穷乏的弟兄 因为他的情分也好 神给他机会也好 结果他被升高了 他有更好的 收入 财富 或者影响力 该喜乐 这个喜乐 是欢喜的意思 他就应当欢喜 因为神赐福他 他也可以用 神给他的这些恩典 去完成神的托付 跟使命 但是有另外一个状况 富足的降卑 也该如此 所以他要讲的 其实是第十节 当时候有一些 犹太人 基督徒 他们应当算是 富足的 富有的 可是因为逼迫 要逃走 所以他们很多的财产 就没有了 一夕之间 他可能就成为 一个贫穷的人 雅各竟然说 富足的降卑了 也该如此 如此是值得喜乐 也该欢喜 也一样要欢喜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必要过去 这个他指的是 富足的人 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 热风刮起 草就枯干了 花也凋谢 美容就消磨了 那富足的人 在他所行的事上 也要这样衰残 感觉起来 他在骂富人 感觉他在骂富足的人 不是 雅各的意思不是说 富有的人 他很快就会过去 就会消失 没有 雅各他其实不是要标榜 贫穷好还是富足好 他不是 他要讲的是一个智慧 在逃亡 在分散的过程中 有一些人 他意外得着一些机会 结果他升高了 他可能在外邦当中 竟然得到机会 使他有工作的可能 他被高升了 可有些人 他逃亡的过程里面 他损失很多财物 他亏损很多 雅各说 在这样的困境当中 你应当要有 从神而来的智慧 那个智慧就是 你要看重生命 看重与神的关系 看重你的信心 你的信仰 胜过于你的拥有 你不要把生命的意义 放在我们的拥有当中了 他的意思是 有一些富有的人 他遭受逼迫 他逃离耶路撒冷 他一贫如洗 他几乎失去了一切 可是雅各告诉他说 你要知道你还拥有 上帝 你要知道你还拥有信仰 你若在这个实验当中 你应当要欢喜 我们的喜乐 不是在于我们拥有多少 我们的喜乐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安全感 不在于我们到底拥有什么 我们的喜乐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安全感 在于我们是神的儿女 而你拥有这个 你应当有一个稳妥 因为那是世人不能够夺去的 所以你有个新的眼光 你不要再怨天尤人 你不要再抱怨神 你应当怎么样 欢喜 这里就是一个例子 在讲 若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怎么变成大喜乐 你有智慧去看 损失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简单的把它做一点分段 第一节 它是一个问安 二到四节 是一个雅各属主要的 一个劝勉 因为这时候的弟兄姐妹 都四散到各地 落在百般试炼中 雅各给大家一个新的眼光 就是你要知道 这是神要炼进我们的信心 所以你应当积极地看待祂 祂是喜乐的 应当是喜乐的事情 所以二到四节 是在百般试炼中要喜乐 五到八节 是雅各劝勉 在受试炼的时候 你应当跟神求智慧 去胜过各样的考验 九到十一节 他就提到当时候的一个挑战 一个例子 是信仰的考验 应当要更看重生命 而非身外之物 那我们从这一段落里边 也可以有几个应用 一个就是说 我们确实在生命当中 我们会遇到各样的试炼 各样的困难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面对疫情 还有无二战争等等 带来的冲击 以往我们可能都没有经历过 不过我们在这些困难里面 不管是财务的损失 不管是我们身体健康受到威胁 不管是我们的生活保障 受到挑战等等 雅各提醒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 你要知道 落在百般失恋中 要以为大喜乐 这正是上帝在炼净我们心形的过程 这个试验是要使我们知道 在疫情来之前 在通膨战争之前 我们都以为我们很信靠神 对不对 我们都以为我们很爱神 对不对 当困难来的时候 就显出 就一个揭露 揭露我们的信心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对神的信靠是不是真的 我们对神的爱是不是真的 还是我们很快就发现 其实信仰 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 优先次序并没有那么高 我们可能会在困难当中 先抓住 一二三四五 最后最后我们才顾到信仰 也就是说 在困难来到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舍弃的 可能是我们的信仰的追求 我们第一个舍弃的可能是 跟弟兄姐妹的连结跟关系 求神帮助我们 通过这个试验 使我们的信心是被加增了 被更新 被改变了 另外这里也提到 在困难里面 我们应当求智慧 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 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工作了 或者收入 受到很大的冲击 这段经文就成为我们很大的安慰 我们可以带着 对上帝的信靠 极大的信任 到他的面前 这位上帝 他是厚斥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 一定会赐给我们智慧 使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困难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赐下雅各苏 赐给我们新的眼光 使我们知道 原来落在百般的试炼中 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之后 就会使我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这个信心是经练过的 这个信心是真实的 你过去借着疫情 借着无恶的战争 同膨各样的冲击 揭露我们信心上的软弱和不足 主谢谢你 当我们看见的时候 我们更多回转到你的面前 更多回头来信靠你 信任你 我们更多知道 在百般实练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胜过 我们更多要到你的面前 知取智慧 能够在各样的考验当中 在我们的信心可以持续的成长 主求你十恩怜悯 特别保守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使得这些考验之后 我们的信心都加征 使得这些考验之后 我们对你的爱都加征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